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多湖泊的地方 时隔两年疫情 过面不惨 怎么去淡水舍大 舍大在哪里 看到有背骨琴的 我就知道 我跟着你走就对了 好古色古香 这里还有个秘密基地的感觉 这是仓库吗 这么漂亮的仓库 找到了社区大学 这里 还好一路 我来了 这里的建筑好有特色 带我第一次来 在庭院里上课这么酷 这接受日月之精华 好像我看到那边有人 那边那个不是油粉 哦哦哦 这个做 注意事实上发如定位 他没有说我要从哪里 发如定位 但是到那边该停 你应该停在那边 好 现在到一边 还可以 现在应该都排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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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就是叫五吉云 然后现在是 这边有一个叫这个 有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建议 哦哦哦哦 因为看到这扇窗 我就特别想从里面拿一个披萨出来 然后就像一个摇的 这凝着的清 就这样 应该是很深沉的 很深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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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还有模条 第二次,同样的巨型 他就用勾地了 他这个前面是用模条,这边用勾地 这样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就是一个镜头 远远的屏沙,那一堆落叶,然后那个镜头慢慢拉过来 他这边是同样的一个迷法 只是一看远的状态,只是到后面 就是拉近 两年前来淡水 漫无目的在老街走走看看 闲晃半日 今天再来只为感受一次 淡水设大的古琴弹唱 与秦雪岛读客 炖子是一大一灾 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不禁感慨 幸好疫情这两年学习古琴 让心得以安住沉静 时间只有一个方向 不可逆 人生到底要选择做什么 是道难解题 有意义的一定有你的感受 感受从何而来 从体验中来 去感受那些美好的事物吧 我们终将得到满足与治愈 这边还没有可以看到 我的孩子是太漂亮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未来影片持续更新 欢迎订阅金晶的频道 点赞留言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